经历了,就能放下了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阁。 山僧说,他的一个学僧,喜欢追逐名利,很诚实地坦诚自己喜欢追逐名利。 山僧对此表示排斥。 我说,不用排斥,只要他不违背佛陀的教义,去追名利也莫有什么。 你要让他去经历,经历了他就放下了。 或许几年后,他看淡了,他就去隐居了。 有些人做出一些举动,或者是乖张的。 但只要不违背佛陀的教义,不做坏事。 我觉得都应该包容,让他去经历。 很多人说追求名利不好,但正因为他有追求的,他才会去付出,去建庙,去弘法。 所以不能说求名利不好。 好比说,有的人因为求财富来拜佛,哪怕拿住一根香蕉,就求这个求那个。 也许你觉得他贪心,但是正因为他这个贪心,他才能和佛接缘。 所以,无论抱住怎么样的动机,哪怕多自私的,来和佛接缘。 我们都要赞叹。 无事不登三宝殿。 而且,出世时,能懂得来求三宝,而不是求山精鬼魅,这也是他的上根。 应该随喜。 还有个,要经历。 比如名利,钱财。 有的人说,我不贪求名利,不贪钱财,是因为名利和钱财,莫有现钱。 还没有时,不能说不贪哪。 有名利时,却能放下,这才是功夫。 所以,要经历,很多事情经历了,就能放下了。 放下了,就死心塌地了。 每个人有自己的业力,让他去经历,只要他能在正道上。 如果进入邪道了,那要点点他。 地藏经讲的,地藏菩萨的任务,就一个人进入邪道,地藏菩萨就在门口点点醒他。 点醒,是菩萨的工作。 点醒,是菩萨的工作。